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选择的圣经是耶稣讲的 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五节八节 《马太福音》第八章已经记载了耶稣 已经较为后,即是第十个神迹了 有一个挺威猛的人,一个伯夫长,一个军官 这个伯夫长,他没有病,家人也没有病 是他一个独人,一个工人病了 你想想香港这个情况就难一些了 你什么时候见到养和? 有个时头带个伙计去看养和,很少的 多数肯给钱就很好了,给一个假期就好了 但他不是的,他找到方法来医他 他不用找耶稣,但是找不到 而他这个病呢,是什么呢? 是躺在这里很疼,很疼 是个瘫痪 于是呢,这个同情深谱的伯夫长 就知道一个人叫耶稣 他曾经做过前面九个神迹 我可以说他知道一两个 于是他就知道,找他就可以了 他就找他了 耶稣见到一个这么有信心的人 耶稣已经答得很快,他说我去医他 我去医他 真是非亲非故都这么好 这个感动是上帝经常有 对任何基督徒的,所以你为人代肚 如果你家人当然好 但有些人你认识的程度不太高 你都这么关心他,上帝很欣赏 但是耶稣说完之后 谁知道伯夫长有个下集 伯夫长说,你去医他吗? 他说不需要 他说你来我家,我不敢当 我说我不敢当 你说一句话就可以了 你说一句话就好了 哇,很厉害啊 你知不知道,如果你看医生 医生跟你说,我说一句话 你不用吃药了,给钱就可以了 哇,你说,几打都不走 我还未好就说现在在庆祝 但是,你看不到什么证据 看不到什么证据 病人就好了 耶稣就叫他 我去医他 但他说,你不用的 你不用去医他 你说一句话就可以了 耶稣就欣赏 但是他有解释 他说,为什么我叫他说一句话呢? 因为我的地位,我说一句话 已经有很多人听我说了 我叫他做什么 立刻做的 但问题就是,我的地位帮不了这件事 我仍然医不到这个伯仁 虽然我手上有权 我认识医生 但是他医不到他 但你不是,你的权很厉害 你是神 哇,我相信这个信心 耶稣赚他 很久很远,在意识的地方没见过 今天我们用这句话 来放在我的生命里面 就有意思了 耶稣可以说一句话 做一个很小的动作 一个很小的反应 你最难的遭遇 可以变成了奇妙 出奇的改变 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呢? 如果你有这个经历呢? 信耶稣就信得过了 信耶稣是什么呢? 就是神的能力可以高过所有专家的能力 所以神就是神 人就是人 人最多 就叫做专家 其实什么叫做专家 知道吗? 在大学里面呢 我叫做expert专家 的括弧 专家就是 懂一样东西 懂得很深入 其他东西就不懂了 就叫做专家 即是呢 专家嘛 所以呢 其他你别问我了 我只懂这样的 所以叫做专家 所以专家 好像很光荣的字 其实也不是很光荣的字 所以 人最多做到专家已经尽了 因为你人生里面 还有多少时间学了一些东西 不可能 你不可能 所以你要找下一个专家 或者叫会诊 成班专家 所以 神就是神 人就是人 人最多都去到人的处境 最高的点 去不到神那里 但是世界上的人 就是用了一个 不同的反应 就是人想做神 所以很多人说 你找我啊 你相信我啊 但是是不是真的可以呢? 我想大家都试试过不少人 由小孩到老人家 你最后都会说 哇 信两成都什么 你就知道 不过说明 不是叫你不要信人 而最危险的是什么呢? 你到最后 连自己都信不过 我们辅导的人 多数都说一个 很重要的就是 我被别人 骗了 说错了 跟着做错了 不过最后 什么呢? 我不但不会再相信其他人 连我自己都信不过自己 这个就是人最痛苦的日子 自己都信不过自己 太多失败 已经令到你不会再相信自己了 你已经不敢再去做任何的 时间的投资 感情的投资 你都不敢了 已经怕了 所以复活节 是让生命再来一次 任何的事物 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这个是基督徒里面 他好像冒险精神比普通人高很多 因为他信是神 神就是神 人不是神 所以说完了之后 这个神迹说完了 你说今天 说得这么短 说完了 一句话 但是很多事情 都是像这一句话 我要数三件事 第一个神迹 在加拿 变水为酒 当时拜起酒 那些酒都喝光 于是马利亚就叫耶稣 他们喝光了 你帮他 于是叫那些赌酒 那些侍应 他叫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耶稣就说 我时候还没到 但是马利亚仍然有个要求 想耶稣做些事情 当时耶稣怎么做呢 耶稣就叫他们 把缸装满了水 其实真是搞不搭白 这件事 你帮他们 帮他们 入水 即是上水 那就上水了 装上水 拿水 倒出来 喝吧 为什么倒出来喝的呢 是酒来的 而且不但只是酒 还比先前喝这么久的酒 于是那些人就说 这么孤寒啊 这么好东西 现在才让我喝 那些人很奇怪 不过倒走的人知道 里面一定的事情是改变了 这是一个超自然律的变化 所以大家在家里不要学 不要告诉老婆 倒了石油下去 一边一边一边走 一定不可以 只有神可以做超自然的事 证明我 但是这个神迹 如果比起其他神迹 不是什么那么大 因为第二个神迹 是一个死亡来的 大神的儿子病了 快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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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喝起酒差很远 快要死了 快要死了 加白龙 加拿 十几二十公里的地方 竟然大神走去求耶稣 他自己去 他说我儿子快要死了 你再读五次的圣经 你一定会有一个醒觉 就是 为什么一个老爸可以摆着一个儿子 走去找一个医生 如果儿子看不到你的时间死了 那就见不到爸爸 对吧 见不到 但是他真的走去 他去的信心是一个很大的证明 就是他不用担心路途中的儿子有什么事 因为他知道见到耶稣 见到耶稣 这一刻耶稣一定有些东西 会帮助到这件事 没有事的 这件事会等到的 他真的走去 你知道如果在私家医院 那些护士会叫人 他今晚过不了 你们不要走开了 在美国、加拿大还有没有 回来了 对吧 但偏偏这个人不是 这是离开就来死的儿子 不见他 再去找耶稣 这些是看清楚的 是这样的做法 谁知道耶稣看到他 耶稣也挺幽默的 耶稣叫他什么 你回去吧 好了 又不去看 哇 这么辛苦走来 打算求你出马 是吧 但是你不出马 但是呢 他又相信 真的回去 回去 在途中 撞到 他家里的人 告诉他 你儿子痊愁了 他马上一队 一队一队 几点钟 一队 然后耶稣说 你回去吧 你儿子痊愁了 那个时间 正一时 所以他就全家信了耶稣了 像中国的法公 这么远 那个人痊愁了 超时空 连个地点不同 都会改变 是不是很厉害呢 这是第二个神迹 但是这件事影响了什么呢 这个大神 这个大神 如果你看 圣经的约翰福音 第四章 第五十三节 他说 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 今天我们来这个教会 神不是只给 一个人信耶稣 是全家都信的 所以这个神迹 还会在你家里继续下去的 只要你肯信 耶稣会做一些事情 在你家里祈祷 但是 第四个神迹呢 也是病 是比特的外母病了 耶稣跑去怎么办呢 一医就好了 他们说 一点都不奇怪了 医惯嘛 但是不是的 外母好回来 立刻去招呼周围的人 而影响周围的人 圣经记载是什么呢 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 哇 这个外母真是 很多朋友 没有SMS 没有电话 当然是不断说 不断说 那些人 凡是有什么病 都走到他家里 我相信他家里不一定很大 但是他家里的门口可能很大 搞到塞车 我想比红衫军更厉害 有这么多人 但是耶稣一直一直医好那些人 一直医好那些人 医好那些人 不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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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否这样 有时候你会再想一想 这个环境真的需要一些改变 这个改变就是 每一个神迹的功效 是指定 除了一个人之外 还有他周围的 所以基督徒呢 其实他的生命 是不止一条命的 基督徒的命 是感染力很高的命来的 影响其他的生命的 这个就是神 想每个身造的人 最不同的特征 可能你说完之后 你说得很好 耶稣很厉害 这样 当然最厉害是复活节 但是你知不知道 复活节其实呢 是可以不复活的 不死就不用复活 这是IQ题目 对啊 不死就不用复活 耶稣是可以不死的 因为耶稣经过审讯过程 不用变律师的 但是也查不到他有罪 查不到他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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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死刑呢 就是因为他被人握 也要自己 将自己 被人接受是犹太人的王 当你什么 当你反叛 当你骄傲 当你自称是神 被人涉足 于是 他的罪名就成立了 不是因为做错事 不是啊 可能你说 哇 真是 这么忍得的 很忍得 我想你有没有试过 这一生人 被人委屈到现在 还是不说话 由你小时候 旁边偷了你 擦子胶 到现在 到任何东西 你都委屈到 很困难 是吧 如果可以 就不用做这些白宴 黄曼尼 那些可怜的戏 一定是被人委屈 很可怜 耶稣是这样的 连他心情 连他名誉 都被委屈 但他死了 有一个很理性的朋友 跟我说 神呢 如果想救全世界的人 信耶稣 信神是真神 不用找他的儿子 来到这个世界 其实 在天空里 弄些字幕 你不信你死了 然后就 弄个特赦令 4月4日 下午 12点45分前 来广福堂门口 就没事 那就可以了 天也弄了字幕 很重要的 来不来 斩几斩 神就弄几下雷 不信 我想那些人 真是聋 也信了 那就可以了 那个人 为什么要做一场大戏 为什么要做一场戏 又要上十字架 担死了 然后就去坟墓 然后就撞了 然后又回来了 要不要这么麻烦 那你爱世人 爱全世界的人 我个人都爱 个人都想他成为神的儿女 那个人真的说得好 因为他读教会学校 他很熟 我不可以很神学地回答他 但是最近这几个月 我拥有一个很生活的答案 我想和你分享一下 我不知道在在有没有人是家长 或者起码你父母做的家长 我曾经在这几个月收了一个孤儿在我家里住 其实我很多人在我家里住过 照数都超过二十个 在这十几年 这个孤儿很特别 他没见过妈妈 很可怜 家里很穷 那时我就叫他来我家附讀书 住在我家里 我女儿今天也坐在那里 我两个就是教这个孤儿 教他读书 星期四我降福堂来 我一定要带他来 因为他家里 有一个人在这里不行 他会发梦 他一个呆的小孩来的 成绩很差 中、英、素都很高的程度 每天都这样教 搞定他的文法 搞定他识到英文生字 每天都识五个 每天都识到他识 我讲讲福堂礼拜四晚 他就去听 然后我写个冲耀 写大约一百二百字 他念熟他,口语化了几年 礼拜四晚就上台 讲给参加的人听 积累方式 第三课讲一二三 第四课讲一二三四 讲到第十五晚 可以一个人不看纸 握着一支咪 讲十五课的冲耀 讲成两三千字 十二岁 我都不可以,讲荣 他可以 所以他的成绩很厉害 他的学校不是很厉害 但起码你也要勤力读书 他考第一 半年后 他考第一 很光荣 很光荣 我常常相信神很疼孤儿寡虎 这个可怜身份 在我家里居住 我太太突然就死了 这个是我太太教开的 我继续教下去 不过那张成绩一看 真是糟 有一行字在我心里面 那一行字就是品行 有一行 私减 为什么呢 为什么私减呢 我在想 他最多是很静 不是很理想人 但应该做了很多事情 私减 而且一间这么差的学校 给私减 光荷地位很高 即是很高 即是 即是 他私减 私减真的很离谱 因为他先生 见到他 晚上六点多回来 即是三点多放学 落足料来见他 本来他学校是国宝 学校第一 学校和演讲 很好的 最近这段时间 我知道一个秘密 是骗了我很久 原来他在学校里面 出猫 上课 当着先生面前 玩扭计式 真是扭计 当着面 说粗口 说最粗口的粗口 不仅如此 还跟同学浅银糾纷 哇 只有十二岁 哇 真的很厉害 江湖地位 真的很厉害 那位先生 已经当作是 头号 头号 反了 真是惨 那位先生也知道 我教EQ 打烂招牌 原来是你的家 来自你的家 我说 我便想 为何施减 我便不知道 我便发现 原来 他要他写 悔过的东西 悔过 他写 早 家长签名 他回到九龙 给他妈妈签 他妈妈签 一签就是 这样 你本来没有那么严重的 好 他妈妈签名是专家 他妈签名是专家 他妈签名是专家 他妈签 东张事发 就是我公司要搬货仓 我女儿打电话去 给这个小孩的叔叔 她的叔叔搬运车 她的叔叔爆了出来 不但爆了 还爆了 然后最近 他日晚没有回家睡 回家 不是因为他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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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什么呢 他看着看电视 然后他妈妈打电话给我 说他发烧 睡得很辛苦 很不舒服 他明天才来 然后夹着 我当时听完之后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这个施铅 我明白 就算我夹得多好 他只是在我家四棟墙里面 他外面不是这样的人 真正的他是很坏的 是阳奉阴违 只是对着我 对着我真的很好 对着我 一看到我起床 我起床 他真的起床 叫我 余哥哥 你昨晚睡得好不好 真的很甜 真的很甜 很甜 到了我 看到闹钟响 他不起床 我推他一张皮 他就会说 余哥哥 你给我一个机会 我下次不会的 哇 真的很精彩 我说好好好 原来一年半年就是这样度过 这样度过 他不知道对和错是什么 因为教他十二年那个 是没有执着公义是什么 没有执着是与非是什么 所以他经常认着 我这家屋是恶人谷 这么恶 我的东西是不对的 他以为 他说他有麻 那真是好 各位留意 基督教 如果你认同基督教 是大慈大悲 你搞错了 基督教的爱 是有 但是也有公义 神是爱 和公义 他对罪恶是不顾色的 他不是要懲罚人 他是要人回转 做回 对 从此活在一个很平安的心境 因为没有对不起任何东西 他人是多平安 做成任何东西 都是很快乐 因为他动机良好的 自己欣赏 基督教是要每个基督徒 做一个动机良好的人 做出来 对得着良心 是很快乐的 所以公义 很多时候我们被忽略 十字架 发现什么事情 耶稣不用超速 不用超时空 不用超自然 因为他用这些可以的 他绝对在十字架里面 急招 十二营天军走下来 不知道用什么方式 他已经上了天堂 甚至会 打个电话给比拉多 你找不到我吗 在上面 可以的 即是说 坟墓 死的尸体 那些曾经包过尸体的布 包括包头巾 全部的证据就是 他曾经死过的 在十字架里面 他曾经受的痛苦 是钉进手掌里面 是看到的 他因为他不肯用 超速超自然 超时空的能力 他不肯用 这个就是爱 他不肯用 为什么他不肯用呢 因为他要承传 公义就是错 错 错的人 只是靠无罪 代替有罪 这是熟罪制的角色 他要做这个角色 我说这个小朋友 他只是活在一个 假的爱里面 就是他妈 只懂得 什么都好 任由他 随便 算数 所以小朋友没有改过 只有一天 可能怕出校 这是爱吗 所以基督教的爱 是一个新造的人 救世已过 如果你拋不开救世 你不可以做一个新造的人 这个小朋友之前 我教过另一个小孩 又在家里住了两年 特别我太太的癌症 那两年 我太太教他数学 这个小孩很好的 考第二 后来去了一间名校 读Band 1的中一 我见到他 这个是帅哥 从国内来的 我见到他 他妈妈和爸爸很感激我 我问他 现在你喜欢这间新学校 喜欢啦 当然啦 有头有面 有时还有趣 穿着校外来见我 真是晒 真是Band 1的学校 我问他 我问他 你以前那间 有没有来往啊 那些同学 很想念他们啊 他说没有啊 你捨得他们什么 哇 他说得很精彩 我扮他的声 捨得 哇 真的很漂亮 弯曲调 很粤劇 捨得 为什麽捨得呢 想想那些日子 跟那些 没有上进的 全部都欺骗一遍 没有什么读书的 欺骗家里读书的 小朋友 他不喜欢那段日子 他捨得 因为他已经变成一个新的开始 基督教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你说你捨得 你捨得 那些福活的耶稣 是有能力 他做任何事 甚至人的绝路 他都可以帮到 不过他自己面对 人生里面 面对死 他竟然间为我们 代我们 下一个本来我们走的路 是永死 是死亡 但是他福活 证明他赢了死亡 其实你问我 挺精彩的 历史故事 但是他现在有没有的呢 他现在有没有的呢 他刚才一哥说 你怎知道他活着呢 因为他活在我心里面 我自己数我自己 我数我太太 三年半前 乙壮癌 乙壮癌是后福康 照任他都看不到 一看到他第三期 第三期和末期相 他是半年内 他知道是死的 他自己是护士 但是呢 他给了我一个很厉害的反应 他的反应是什么呢 就是 如果上帝让我活着 我就活着 如果他拿走我的生命 他一定有好意思 他安慰我 他回去诗班练诗 我最感动的是 他经常录了诗班长大的唱歌 然后回家 不断练练 他希望有一天 就是他的戏 有一天 就唱多一天的歌 因为他相信生命 是要上帝的意思活下去 他的朋友打给他 他是护士长 因为他三十年前是护士 护士长打来 每次打来都很可憐 他都说 你还在这儿啊 我心想 唉 这样也有 在这儿 关你什么事 但是呢 你应该不行了 你成年多了 但是每次我太太都很开心 告诉他 我有很快乐 我每天都可以游泳 去帮个肿瘤科医生 解癌症的情况给他 这里有些会友 都是见他的 他就鼓励一些人 吃什么帮 他在做很多义工 去唱诗班 他说没有病一样 就是没有病一样 那就过了两年了 两年了 这两年里面 每晚我很好睡 因为他很好睡 但是什么支持到他的生命里面 这么强呢 就是因为赢了死亡 为什么赢了死亡呢 有件事发生过 那件事是什么事呢 就是 到了他吃到最尽的一只药 叫做塔斯法 塔斯法是700元一粒的 每天都要吃的 那么 一年可能吃几十万 只吃一只药 不要算医生钱 就是手术钱 他问我 他说你有多少钱 医我 他说尽医 他说尽医 你留下的钱 你自己扔 我说 哎呀 幸好你癌症 我的癌症 你不医我的原来 他说 他笑嘎嘎嘎嘎 我说 没理由中男轻女的世界 他说 好啊好啊 不够你说 他说 哇 这药这么贵还买吗 我说贵人 吃贵药 那就是 我说到了 很开心的 不过呢 那药真的很贵 之前我找到一个办法 便宜一点 真的便宜一点 我订了一个医生 他帮我入货 要大批入 八五折 那医生问我 我说 我不想 我经常来烦你 一次过买多一点 我买十万元 这么少 拿钱给医生 医生 医生接着打了给我 护士说 喂 有药到了 来吧 我认为真的很多 十万元的药 起码雪柜这么大 或者电视机这么大 我还带我女儿 我女儿在这里 我两个去拿 我认为真的 托东西 不托 你都知道有盒子 哇 真的很贵 真的很贵 就是这样 这药 一粒都没吃过 第二天我们在公理堂 讲过 见证会 我太太说 为什么她这么快乐 因为耶稣活在她心里面 她继续做乙工去帮助人 那些人很感动 有个参加者带了个信封来 给我 我立刻打开 因为最惹我的兴趣就是她连了邮票的信封 我打开 然后写着什么呢 就是这张纸 余先生 请代理太太收下这张支票 二伏生 朔书三章二十字的经文 这些字的英文名 给我 我不认识她 我不认识她 她告诉我 我本来是寄给你的 但是我知道你在公理堂 我在这里 毕然我不记了 等你早一天收到这封信 我让她看一看 我看她眼泪流出来了 我说 这位女士是给你的 但我们不太熟 我看她 为什么要有这十万元呢 我说 可能 看你贪不贪心 我说 不要 我说 可以不要 我们放在家里便可以 但是 这个很大的安慰 因为第二天要看医生 我看她睡得很甜 只是因为有这张支票 睡得很定 这张支票 因为第二天是什么日子呢 就是看肿瘤报告 照个pact scan 一照出来 医生就会说 你塌得这么快 你要做到最后了 要做三天两夜调针 入养和 打了三天两夜 你不能动 要打多久呢 要打十二次 但是很多人都在打的时候死亡 我太太说 我太太不关心这件事 最关心反而是 那塔斯法呢 那人说 不用再吃了 你吃不了了 我太太太 我跟女儿牙着我太太的手 在那个诊所走出来 我一直鼓励她 我说 上帝跟你卖一单 明知你会浪费十万元 你欲赤了 所以找一个人来 跟你赚了钱 让你不用她打击 又临死 又欠十万 第一个 因为我很熟悉的太太 我太太是一个很孤寒的人 孤寒是怎样呢 我们结婚那张床 睡了二十九年都没换 我要就脚放位 因为那些木碎是刺脚的 但是我们照顾睡那张床 她是一个好 就是我家是做鬼戏 搭报警版 不用报警 就这样拍的 所以我家从来都不怕有人偷东西 因为呢 多谢她肯拿 如果不是呢 没有 我家没有沙发椅 但是我太太是这样的人 我说上帝很疼你 她不想你 人世间第一次 十万元无端端 你太难过 于是我太太说 上帝预备了给我 对了 预备 这个字很适合 预备 预备 如果你看诗篇一百二十七篇 也说所亲爱的 必定令她安然睡觉 英文诗说prepare 预备 是很疼的 哇 一预备这个字 坐的舍回家很高兴 回家 我们有个女士 是我太太的朋友 也是我的好朋友 来煲药给我太太吃的 这个女士呢 就 见到我们很好谈 不敢说话 后来多口问一句 就是医生说 你痊愈很多 这么开心的 我太太说了 我复发了 最后最后 我相信那个女士 那些竹子都躲起来 不知道原来 这么开心的两宫婆 竟然是复发的 竟然是复发的 我想告诉你 就是 生命 如果你能够将耶稣 你的看法 成为你的看法 没有绝路 你连人看上来 最不喜欢的消息 最不喜欢的消息 竟然间对你 是无动于衷的 无动于衷 那晚我们又很好睡 四个几月之后 我太太就死了 我太太死之前 前两天 还是游水 还跟她妈妈吃泡飞 她妈妈到她死也不知道 她是癌症 不知道 我爸爸也不知道 我妈妈也不知道 全都不知道 所以我太太的丧礼 结束了之后 是不是结束了这件事 还没结束 那不是说话 还没结束 这件事 出现了一件事 就是 死了一张纸 那个人 那个人 有时候来降福堂 我就知道 他来找我 我看到他很开心 我第一时间抓住他 我想给你一些钱 因为那个医生 众流科医生 发散消息给几间医院 谁要吃泡飞 来我那里买 因为他不可以做中间医生 直接找我 他说信不信 就很难说 有些人不喜欢别人拆开了的东西 但最终 在我太太死之前那个月 卖光了 我拿回那十万元 但我不应该有这十万元 以前我跟T女士说 我说我给你 我给你 他说不要紧 原因就是 他说这些是我的花红钱 本来我全部够钱去买雷曼 不过 我知道你有一个情况 所以我拿了十万元出来 是想帮你太太 所以反而是没有了 哇哇 你这么耍脱的 然后我说 不过十万元 你应该拿回 是你的 然后 他走了 他不肯要 你那件事怎么收场呢 就是帮你煮足 照顾我太太 在我家里居住 那个女士 因为儿子已经考虑到 班温学校 搬走了 他就打电话给我 哭了 是老公不相信 六爆卡 欠的卡数是二十多万 而他们陆生的积蓄 只有十多万 加上他收到消息 在国内 他的亲戚撞车重伤 他要赶回去 他说余先生 我为什么遇到这样的事 那我说 这样你的单给我 你剩下了十万 我帮你出去 他说怎么可以试一下余先生 我说不是 有人帮他的 你不用帮他 你不用帮我 你多谢那个人就可以了 他说我一定要找那个人 多谢 我说那个人很谦虚 他不肯见你 但是我没有骗你 就是有个人 不是我的 那些钱不是我的 是另一个人 于是呢 他解决了卡数 我说你这个先生要接受辅导 我会安排 但是我不适合辅导他先生 因为我跟他先生太熟 我会找一个人 很合适的 接着呢 这个人又出来 又找我 找我救命 他说我读了一个课程 遥拒的 是国际的课程 是读辅导的 我现在的功课 就是林毕业 一定要半年 做一宗很辣的家庭个案 很辣的 就是搞得别人 心已碎 感情很惨 但是我知道 我的同学都找不到这些案子 你有办法和我访训一个呢 第二 就是找一个人 是够找到我 我说余先生 你可以的 你是大学讲师 你够找到我 但是你找到这个人 让我辅导就行了 你救回我的命 当我帮我一次 我说有 他说 你怎么这么说 有的? 你席桶这么多的? 我说不是啊 我说那个 照顺父是想见你 他说蛤? 有什么事? 我想找人 原来想见我 我说是 你帮助过这个人 那十万元 于是这两个公婆 就给他辅导 是不是奇妙? 一件事还未完 后来 这个女士完成了这个实习 现在拿到一个碩士 这个老公也被他帮了 上帝的爱 但也是公义 不是就这样给你十万元算数 但是他要你重新做人 十字架 不是令人更坏的地方 十字架是令每一个信耶稣的人 有永生 和现在的生命起了改变 新做的人 重新做的人 你说一个很快乐的人生 是吧? 当没有办法 你帮到你自己的时候 你帮不到自己的时候 你说 学坏很容易的时候 但是学好都很容易的 因为有耶稣 所以你说 我们人生里面 很多事情 是搞不定你自己的 你的确是搞不定 因为人 最多做了专家 就是人 仍然是人 所以可能你问我 那耶稣的伟大就是这里 我是 因为耶稣放弃了 超自然 超速 超时空 他没有跳下来 他完成了做熟罪的角色 代了我们本来受惩罚 做错了那么多事 那么多罪 但是耶稣被上帝描损了 成为救世 令我们相信他 不自灭亡 反得永生 所以这个神迹就是最大的神迹 就是他不行神迹 这是最大的神迹 他可以行神迹 但是不行神迹 这是最大的神迹 但是最后 也向死亡说 你赢不到他 因为他复活 所以今天我们每个都害怕 有一天会死 是吧 但是信了耶稣是不害怕的 只不过我们过渡到另一个生命的开始 就是永生 所以你问我 你太太死了一年半 你有没有不开心 我真的没有 我昨天去她的坟墓 我觉得很开心 开心就是看到她的照片 我跟外母说 你看看 全本照片 最美是你女儿的那一幅 很容易找的 因为最年轻 旁边的那些是妻子 是阿公 外母就说 哎呀 不如这么年轻 他问我 那个牙不辛苦 你女儿不辛苦 你女儿临死之前去游泳 哇 这么厉害的 然后他说 耶稣打救他 为耶稣爱他 他没有令他受苦 到他血压很低的时候 他进急救室 既然间 医生说 他可能要开刀 但未必成功 但是既然间 进了救救室 两分钟 医生走出来 他死了 不用开刀 我看到他睡着了 可能你说 哇 那你没很伤心 突然间这样 我不是的 因为我记得他最后的镜头 就是 那张床 转进去急救室的时候 他两个弟弟 在另一个电梯下来 见他姐姐 我看到最后的样子 是这样的 V字的手 代表胜利 进去那间急症室 这样的 这是我最后见他的动作 这是胜利 十字架 所以你说 人生里面 这场很美丽的仗 他打完了 到他打完了之后 我很开心 原因就是 你信不信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是天堂 你信不信天堂是第一名最快乐 你信吧 如果他是第一名最快乐 那就是说 我和他最快乐的时间 那个记录最开心 笑最久的时间 都输给天堂的时间 因为他已经得到顶分了 我最多就是A- 如果他这么快乐 我还需要什么不快乐呢 有一天我都可以他这么快乐 所以 后来我说 其实他完成了人生 还可以不用度过晚年 可能他少很多 人生经历很辛苦的时间 我记得在哀悼会 我说这件事 因为我另一个朋友 疑状牙不死 我第一次说道文 这次我说得很差的哀悼文 因为我说 我这个朋友也是很年轻的 疑状牙基督徒 这次我说 因为上帝 欣赏他做的事 所以 他这么努力 做了上帝要求的事 所以上帝就接着他回天堂了 我说完之后 我发现了 好像说错话的感觉 因为有个牧师坐在这里 很老的 坐在旁边 那牧师就看一看我 就像我赞 短命的基督徒 做得很精彩 所以我说 哇 真的兜着 就是说 不过 长命的不代表懒 就是 哇 全个殷儀馆笑得呱呱叫 是吧 但是真的可以的 因为每个生命 上帝令他很有意义 要度过 你长命长命都很有意义 因为你的感染力 还是未散发了需要的地方 你还有些地方要去 所以上帝叫你 不要回来 所以很多教友都问牧师 牧师 我 我 我 什么时候背 牧师说 你有牧师还没背 然后那些教友就告诉牧师 他说牧师 我昨晚发梦于上帝 上帝跟我说 上面没有位置 哇 牧师说 对了 那时候牧师 立刻关心教友 你一个人来 他说 不是 上帝跟我来 哇 多精彩 这个婆婆不是一个人来教会 九十多岁 但是上帝跟她来 她不是一个人 哇 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就是这样度过 所以每个基督徒今天 每天的价值 是很高的价值 很高的 因为復活节 是令到连死亡都赢了 所以今天 林讲完了 我们重新再想想 值得开心 我最开心的事 其实是我很难过的事 我女儿坐在这儿 我记得 就是我太太 在知道自己最后一线的时候 她跟我女儿夹定 就是叫我女儿 让她将来死的时候 穿我 送给她 在她护士毕业的时候 三十多年前 那条裙子 那时候是她扭乐街买的 很贵的 真是惊慌 原来我也很沽寒 想一下 那时候我买 因为她说 那些同学 穿那么漂亮 像孔雀 我买给她 但她在这儿收着 穿那只在这儿收着 到她知道自己 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她交代我女儿 记住在棺材 穿这条裙子 这个是爱的约定 有一天 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带着很多美丽的回忆 爱令我们有美丽的回忆 很美丽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觉得人生 到今天复活节 你想找一个有意义的开始 值得想一下 耶稣的伟大 爱 公义 神令到这个复活节很有意思 对不对 最后我们一起祈祷 我想基督徒去感谢上帝 你到今天 神帝帮了你 很多你自己帮不到的东西 如果你未成为基督徒 你会说 我都不知道什么叫信耶稣 听完之后 原来信耶稣就是 接受祂是神的儿子 在十字架里为我死 代了我死 信祂我就得到永生 是这么简单 如果你觉得很有道理 我愿意重新 再找一个新的生命 请你在躲门的时候 和自己说一下 这个新的生命真的很好 很值得我去接受 你躲门眼和自己说 我为大家一起祈祷 感谢神给我们今早 度过一个很有意义的复活节 因为我们怀念这个世界的起源 来创造这个世界 你也来过这个世界 也成为人 去知道了人的痛苦 也代替人 死在十字架上 成为了救恩 神你的爱和公义 令我们明白 你巴得愿意 每一个你创造的生命 都充满意义 去活下去 多谢你给我们 听完这个信息之后 我们心里真的需要 是你的心意 我们有个回应给你 我们现在躲门的时候 我希望未信耶稣的 或者从来未表示过 已经信了耶稣的 你向神做一个打招呼 这个打招呼是一个记号 代表了你让祂进入你的心里面 从此祂活在你的心里面 如果你接受这个礼物 你只要很简单的打招呼 就是把你的手 举高的手 然后放下 这个手举高的时候 代表了你 愿意接受耶稣 成为你新的开始 有哪些朋友 你愿意这个新开始出现呢 请你举一举手 然后放下 多谢主 还有没有其他朋友呢 刚才有一排很快去举手 但是你都可以 想想想想 觉得很值得的时候 你都可以举手 还有没有其他人 可以向上帝举手 代表你欢迎祂 入到你的心里面呢 如果你有这个感动 多谢主 多谢主 有男士 有女士 还有没有其他呢 如果你在后面坐 是的 多谢主 其实所有的感动 不是我们的说话 是圣灵在你的心里面 告诉你 欢迎你 成为神的儿女 你有这个权柄 做上帝的儿女 从此 世界上没有东西 是绝对于你 还有没有其他人呢 如果你是 曾经考虑过 但是没有决定过 今天是你新的决定开始 你把这个复活节 成为复活的生命 在里面开始 还有没有其他朋友呢 如果有其他朋友 请你举一举手 代表上帝会捉住你的手 成为了你人生里面 一个新的约定 就是你成为基督徒 刚才有几位朋友 看到他举手 还有没有其他人呢 这是一个很私人的事情 是你和神之间的 如果你有这个感动 值得你成为你以后 永远难忘的一天 还有没有其他人呢 耶稣说 所有来到他面前信他的 他一个都不会丢弃 所以如果你的心里面 觉得很彷徨 以后的日子里面 还有些忧虑 不如将这个忧虑 在今天 你捨得 你放得下 由耶稣代替你的生命 好吗 作为哪些朋友呢 如果你在掙扎着 你可以举一举手 甚至到神会 接受你之后 会教你走以后的路 你不用担心不懂做基督徒 教会 很多好像家人一样 会当你是家人 从此你一个新的家庭 还有哪些朋友呢 有 多谢主 有前面有 还有没有呢 好多谢 很多很多 后面有些 有男士 有女士 还有其他人呢 时间不是很多 但是当你去庆祝福活节 回家或者吃下午的时候 我们希望每个人走的时候 有一个最大的礼物去走 不是吃一餐 而是在天国里面 从此已经是天国有份 我们多谢主 给你一个机会 还有没有其他人呢 如果暂时还在想着 我们一起去祈祷 你也在亲切的时候里面 听一下 在祈祷里面 如果你有感动 最后 你可以把握 最后的时间就举手 曾经举手的 我们希望为他高兴 所以我们现在 为所有刚才举手的 决志的 我们来一个祈祷 多谢主给我们刚才的时间 特别是你开了我们的耳 开了我们的心 让我们听得明白 让我们知道 这是你的心意 令到每个人不沉沦 悔改 成为一个真又活的人 有人的尊严 因为神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以我们以前很重的重担 都松了 我们的肩膀从此很轻松 走人生路的时候很轻松 还有有一帮很结盼同行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 我们从此的家庭也很丰富 主要是让我们的生命有这么快乐 我们为很多基督徒祈祷 让我们继续有全福音的心 带很多人去信耶稣 也让我们的生命 令我们家里 我们全城的人 都受到我们的影响 令我们活在日子里面 没有一天落空 没有一天白白地活下去 多谢主给我们以上的时间 最后如果有哪位朋友 你还是很想 很想在最后信耶稣 在他临离开之前 你可否举一举手 代表你向神 把握这个机会呢 有没有呢 如果你的心里面真的想得 有一个挣扎 其实是神给你一个好的问号 就是你需不需要我活在你的生命里面呢 或者刚才举了手的 我们很为你庆祝这个很特别的复活节 你介不介意呢 你现在再举一举手 我们旁边左右看到的时候 啪手掌呢 和你举手 恭喜你 好吗 你再举一举手 好吗 你举手的时候呢 旁边左右的人呢 和你举手 好吗 和你举手 可以欢迎你加入教会 这个很好的家庭里面 好吗 多谢你带来的朋友 你也可以将好消息 再一次 或者见证给你将来的日子 多谢主 嗯 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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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